第五季国际娱乐日前在洛兰港 钱贵KTV召开记者招待会 为22号即将在温泉赌场度假村 举行的金曲友情演唱会造势 金曲友情演唱会由美国第五季国际娱乐主办 活动当天 本次演唱会中的两位歌手 香港TVB一线小声曹永莲 有中国小邓丽君之称的歌手童谣 一同出席了记者会 在中国大陆众多小邓丽君中 童谣被评价为从形象 歌声 都最神似一代歌后邓丽君 记者会上媒体纷纷要求 童谣现场轻唱一段 果然歌精四作 无论举手投足 品笑之间 话语与歌声均颇具邓丽君神韵 这次呢 因为邓小姐 她的歌曲的语言种类很多 这次虽然是只唱八到十首歌曲 但是几乎闽南语 粤语 华语 还有英语的歌曲都有准备 而曹永莲表示 十年没来美国了 为了生平第一次洛杉矶演唱 她在忙碌拍戏之余 勤累了不少国乐歌曲 包括有《糊涂情感》 《难忘你》 《明年今日》 《老鼠爱大米》 《情非得意》等 金曲友情演唱会的另一位歌手林俊逸 届时也将演唱《费玉清》的招牌歌 如意剪媒 挑夫等 活动当天 第五季负责人尹赵表示 希望大家当天都能到现场欣赏精彩演唱 一定不需此行 同时她还透露 第五季将于感恩节期间 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周华剑演唱会 也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欣赏精彩演唱会 凤凰卫视网豪 洛杉矶报道